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咖喱鸡块 我用的是鸡腿 你可以选用其他部位的 切鸡块好 一倒下去要干干脆脆 切好后呢 最好水里淋一下 把碎骨头冲掉 家里有小孩老人的 特别要小心 吃进鸡骨头好 问题可大可小的 土豆切成小小的滚刀块 油温鸡块先下 这样煸炒到鸡肉变色 我们就下一点料酒 几秒钟就可以开盖 下土豆 放两块咖喱块 就这样放在上面不要去动它 我们盖一块盖子 让它软化 我用的是这种咖喱块 它上面有标明 辣的 或者是 不辣的 还有中性的 差不多两三分钟这样 咖喱块就软化了 我们给它翻一翻 一般这种咖喱块 你一磅的食物放一块就够了 接下来我就是以奶带水 差不多放一杯的奶 再半杯的水 给它通通拌匀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 用小火给它焖煮15分钟朝上 直到土豆酥烂 中途我们可以打开锅盖 翻动一下 以防它粘底 15分钟到 我们先来看看土豆有没有酥烂 行了 准备起锅 什么都不需要放了 因为咖喱里面有很多香料 和足够的盐分 装盘后你可以做的是 撒些葱花或者香菜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